政治話題這個星期五非常重要 6月21號為什麼 因為國會改革覆議案 這個星期五就要來進行 記名表決大戰 究竟覆議會不會通過呢 大家都非常想知道答案 不過呢 其實很多人覺得覆議 也並非不可 因為其實很多人 到現在可能還是覺得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 到底在吵什麼 吵什麼捕薩薩 因為呢可能很多人 對這個議案的內容 有一些意見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 還搞不太清楚 我們就來看 這是一個最新的民調 是來自這個 國會改革修法 贊成反對排行 因為畢竟呢 整個法案裡頭 是包裹了非常多的細項 所以呢就拉出這些細項 來問人民 哪一些你是贊成 哪一些你是反對的 好我直接口頭 來跟大家講一下 會比較清楚 最多人贊成的 國會改革法案 當中的內容 第一名就是立法院聽證會 這是最取得 這個民意共識的 可能也不難理解 因為像是過去的超絲雞蛋啊 還有這個疫苗黑箱爭議等等的 現在呢可能都必須靠著立法院來舉辦聽證會 幫我們揭露當中的黑箱內幕真相才可以看得出來 那大家可能最多疑慮的是這個藐視國會行為 那解析這個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藐視國會行為有罪 被一些說法渲染成是可能會擴起我們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所以呢也有一些會不會侵害人權這樣的疑慮 所以不難理解藐視國會行為這反而是國會改革當中最不被贊同的 那此次修法大家認為是否有經過充分討論 好看到了喔 其實呢多達半數以上的人認為是有經過充分討論的 但是就陷入一個盲點 剛才說那為什麼多數人卻支持行政院提出複議案呢 因為呢很多人其實到現在還是搞不太清楚 朝野為什麼會吵成這樣 認為透過一個複議的程序能讓大家更看清楚國會改革是在改什麼革 大家可以更加的清晰透過一些辯論的程序 另外來看到呢過去呢 青鳥行動被包圍立法院 當時藍營就被質疑說綠的都在動員 你們為什麼不趕快動員起來硬起來去對抗這個反面的民意呢 有喔 我們看到了青鳥行動現在是再次發起6月19到21號 那呼籲支持者呢依照這個身份證的尾數去輪班排班 而同時藍營這邊發起的是藍營運動 6月21號星期五當天和綠營這邊的青鳥只相隔了一條街 呼籲大家如果你贊成這次的國會改革你就加入藍營 所以當時候呢我們會在立法院的外頭看到青鳥對抗藍營雙邊集結對陣這樣的一個畫面出現 好所以看到6月21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日子 而藍綠雙方都動員進行全台宣講也被外界解讀是不是立法委員們的罷免保衛戰呢 不過立委牛許婷表示想太多了啦宣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支持國會改革的人更有信心 立委李燕秀也強調跟民意站在一起就不會有罷免的問題 而立委賴是保更炮轟 民進黨立委員黨團總召柯建民其實就是輸不起才會展開這一連串的舉動 民進黨的劇本很清楚嘛 他現在呼籲他也知道一定不會過 但是他就要做 只會造成社會更對立 完畢之後事情還沒聊啊 他視線啊 所以一直到今年年底 這個道保跟視線的結果之前 民進黨會一直動員啊 民進黨動員 國民黨不動員 那怎麼可以啊 當然要動員啊 柯建民總召老柯 他不肯在國會 他已經沒有實質影響力 他完全沒有主導性了 一動不定啊 輸不起啊 所以開始這樣就一連串的一直打一直打 所以現在完全是民進黨 單方面先挑起整個社會的動盪 表決完了也要動員 呼籲完畢 再一路到視線 視線完畢以後 剛好到2月1號 準備想去罷免國民黨的立委 這一連串的嘛 當家不鬧事 但是我們看到 反而是賴清德總統 站在第一線指揮立法院的民意黨團 跟著在野黨對幹 未來如何推動更多的福國立民的法案 我們是有問號的 民意在哪裡 我們就在哪裡 就是長期在這個會期 在這一屆 我們立法院 我們在野黨 國民黨的重要主張 我們如果有足夠的信心 我們跟民意站在一起 就不會有罷免的問題 我覺得把它擴大解釋到罷免的保衛戰 恐怕想太多了 因為這個前一段時間 在國會改革法案進行審議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黨團採取的策略 是集中火力啊 因為那時候狀況比較混亂 所以要守住主席台等等 所以大家各個委員們 基本上的共識是先集中火力 先讓法案順利來過關 民進黨的部分 因為提早做了動員嘛 所謂的輕鳥行動 他們在跟外界的喊話走得比我們早 那表示 這不表示這個支持國會改革的人 不需要聽到多一點的論述跟聲音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有點補學分的性質吧 我們自己在地方基層走動的時候 也非常多的支持者跟選民 希望可以多聽到我們的聲音 可以讓他們在支持國會改革的時候 講話可以講得更大聲更有信心 沒有錯 政府弊案重重 就更加凸顯了國會改革的重要性 尤其我們的立法院能夠來成立聽證會 能夠成立調查小組來為人民揭蔽 不過現在雖然這些調閱小組成立了 但是至愛難行 現在很流行至愛難行這四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跟政府要資料 政府也給了資料 但是資料翻開發現什麼 裡頭全部被塗黑 那為什麼塗黑 政府跟你說不好意思 涉及了個資 涉及隱私等等的 所以資料給了你 但是塗黑不讓你看 來我們就列出了 這是由中國時報舉例 像是過去的疫苗採購調閱小組 結果發現採購合約交出來 裡頭的關鍵資料 遮蔽塗黑 以及禁電式 深涉及後續爭議調閱小組 結果呢 NCC交出的資料 非常的少喔 幾張字而已喔 然後呢 緊列減掉調閱幾次文件 被說是NCC 根本沒有誠意 以及呢 數位身份證調閱小組 過去我們政府說 要發放數位身份證喔 但是發現呢 可能一些個資問題等等的 最後在2021年喊咖 但是先是砸了14億元 喊咖之後 居然還要每個 每一年喔 砸下6000萬 來維護這些數據 那當中可能會有貓膩啊 當然就要成立 調閱小組去查嘛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錢 好結果呢 文件交出來 全側塗黑 僅有提供目錄 政府跟你講說 因為涉及個資 過去呢 公開透明掛嘴邊的民進黨 現在兩大報 揭露了黑箱的實力 好聯合報怎麼分析呢 探開立院調閱小組紀錄 就可以發現 資料塗黑事件 已經不是頭一遭 包含了過去的疫苗 疫苗採購的合約被塗黑 還有禁電視的文件被塗黑 書位身份證 調閱的文件 也被塗黑 這些事呢 更加凸顯了 完善國會改革調查權 有其必要性 否則立法院監督權 根本是蕩然無存 好不過我們要聽一下 民進黨是如何解釋了 像剛才提到的 內政部就提供了 數位身份證的 調閱小組資料 全部塗黑 不只塗黑哦 還有一部分 是直接被打成了 馬賽克 那對此 內政部長劉士芳表示 遮蔽的原因是 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 還有個資法的規範 說內政部提供的卷宗 87卷以上 所有的來龍去脈 包含 從開始有數位身份證 到現在為止 都有提供給立委參考 認為裡頭 並沒有弊端的存在 昨天的資料都是馬賽克這個事情 好像引起了這個藍尾他們有很大的抗議 不知道 剛好相反 那個我們是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的18條 還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更何況 我們立法院的這個內政委員會 已經成立了所謂書位身份證的調閱小組 然後也延長時間 那現在我們內政部所提供的卷宗有87卷以上 所以裡面其實沒有任何有所謂的這個弊端的問題 那我想很多民意代表 他們也出身基層也當過議員 他們都非常清楚 所以所謂的遮蔽的話 是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的18條裡面辦理的 那一千多頁全部都打馬 那這樣提供的意思在哪裡 剛好相反 沒有所謂的一千多頁 如果是打馬賽克 他怎麼知道是一千多頁 其實沒有 它是一個卷宗 它是一個卷宗 OK 那裡面是跟契約有關的 一千多頁的意義會在哪裡 把所有的來龍 我們把所有的來龍去脈 包括從開始有這個數位身份證 到現在為止 都提供給我們的立法委員做參考 謝謝 立法院長韓國瑜這個禮拜應該會很忙 因為明天開始就要為了國會改革覆議案 連續兩天舉行全院說明會 星期五就要進行表決大戰 而昨天剛好也是韓國瑜院長的生日 今天中午他就宴請了部分國民黨立委 不少委員都表示 會跟昨天生日的韓國瑜補說生日快樂 當作是嚴壽 現場的情況如何 我們交給記者兩號 好 主播觀眾 今天中午立法院長韓國瑜 是宴請部分的國民黨委員來吃飯 不過外界關注的一個議題 第一個當然是包含的 就是昨天韓國瑜生日 因此有不少的委員都表示說 今天會來跟韓院長 算是一個嚴壽 至於說他今天上午臨時請假 主持一個院會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先來看一下當時的最新狀況 今天早上臨時有事 所以沒有去院會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好 院長想問一下大家有人質疑說韓院長不單獨請 是有先跟韓院長說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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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今天會跟院長說些什麼嗎 沒有 就特別院長找我們教永化委員會 跟這個教委委員會 那就是例行的這個餐序 那我們剛剛開完程序委員會趕快趕過來 那至少我想我會跟院長講生日快樂 因為昨天是院長的生日 很多人都跟他祝賀 那今天剛好遇到院長 我想一定會很誠摯的跟院長說生日快樂 也感謝院長這四個多月來公正的處理議事 大家真的辛苦了 好 可以聽到呢 基本上韓國瑜對於這個議題 並沒有多做什麼 那部分的委員被問到的時候 也沒有特別的回應 只表示說今天呢 就是先來看看大家還可以聊一些什麼 那給韓院長從四月以來到現在這樣子打打氣 以上講到最近情形 主播 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 請過來 請 energetic